臺北市長柯文哲親自到養老院 視察疫苗施打 一旁還有專人負責講解流程 要讓每一位長者都能安心 施打疫苗 再來我們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在永和中和那一個 就怕長者成為疫情之下最弱勢族群 各大為積極嚴防疫情 但是病毒無情 去年柯文哲帶對視察這間養老院 想不到現在卻爆發群聚案 臺北市這間養老院 有臺北市政府經營裡面的住民 加上員工總共超過500人 不過現在不但爆發群聚感染 總共121人染疫 甚至還有確診員工爆料 被強制要求回來上班照顧染疫長者 就有內部員工出面爆料 喉嚨痛到說不出話 才確診第二天就被召回上班 還控訴院方情緒勒索 還有人擔心拒絕上班會被開除 看到同仁工作超時 餘心不忍才會重回工作崗位 對此院方回應 主要是擔心長者行動不便 加上確診者照顧確診者 比較不會造成疫情延燒 而且報請中央投營後 才會採取這項變相政策 衛伍部也特別針對 對於腸道機構 我們的工作同仁 要留在工作崗位上照顧 這個確診的這些助理 也擬定的相關的緊急跟計畫 各單位想方設法防堵疫情 但到底該怎麼做 才能形成雙贏局面 恐怕成為主管機關所要面對的關鍵課題 近新聞陽性王辰毅採訪報導 黑社公已經正向陽性 AN beds在調查上 全民見排檢驗 甚至今 我 暴霸 這樣 第一個 走了 都